在任心悦意的现今社会 很多人追求的是简化和俗成 尤其是在传统事物上 一般人不仅觉得过时而且好时 对于华人的传统服装 一般上就只能在过节的时候 看长辈们穿上 近年来透过许多时装设计师的推广 电影电视剧的影响 我们传统服装的复古还有创新 已经有了不同的回响 随着时代的变迁 把传统服装穿在身上 就已经不再是舞台表演的专利了 其实它也是很多官场上的正式服装之一 我们生活在工商社会 我们把衣服穿在身上 不仅是为了保暖 很多时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更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体现 您好 我是Sanel丽鱼 这一期我与大家一起探讨传统服装 旗袍的美与文化 我是Ryan Sima 大概在2008年左右 我踏入这个行业 就开始帮我妈妈做到现在 我们这一家公司是做旗袍生意的 就是说专做中国服装 成立就是1973年 这样我们从事这一行就已经是48年了 传统旗袍嘛 你要知道你的设计怎样都是要保持有那个旗袍的韵味在那边 最基本你一定要有一个旗袍里 第二就是有那个中国扭 第三 不然你就还要那种overlap 这个come 第四 你的旁边有没有开餐 你自己喜欢了 那个是可以过后你可以改良去西市中市 大概1970年的时候的钱旗袍真正来讲是长的 人家所谓讲的抢三抢三旗袍一路来都是在长的 就是说是一个full length的 为什么到1970年代的时候你看那时渐渐慢慢已经那种女性开始已经穿裙了吗 短裙了是吗 然后那时开始呢我们那个旗袍呢就已经开始modern了 然后我们就跟它改短了 所以变成那时开始到今时今乐就有短的旗袍 传统来说我们讲这个第一它保留有袖子线的 这我们叫catsleeve啦 然后它又有overlaping 然后有这个中国牛还有这个中国领子 然后这个来讲也是差不多一样的大边 然后两个牛 然后这里还放多一粒牛 然后也是中国领 这样捆大边 这里也是没有捆 最普通咯 不过很美的话很多人穿这种 很多样的也是喜欢传统的 这是露间的 两件是大同小异 只是一个是捆 它的曲名是捆双捆 然后一个是单捆 一个是小边 一个是大边 然后也是一样 也是有抗 现在开始转给你们看一下后面 这是露间的 袖子也有很多的很大的变化 然后我们可以做有袖子啊 长袖啊 山树古袖啊 还是你要做cut in 露背啊 像我们也是有做batik旗袍啊 batik只是有三个国家carry罢了 就是马来西亚 印尼 还有泰国 我们这三个国家嘛 只是有做 这个是batik旗袍 第一 我们先做的就是有一个中国岭先 第二 我们就说有做中国岭了 过后我们就有做这个中国纽 在这里 因为这是开岭来的 有些人他们不要包着那个岭 他们叫开岭 这个是比较好穿的一个旗袍啦 然后最基本的 我们这里捆边嘛 这里我们也是有捆一个边 然后旁边 好像这里裙脚我们也是有捆边的 在旁边这里 我们全部是有捆边咯 这个就是旗袍咯 就是我们的 1970年前的旗袍 现在我们拿来帮former穿 这个就是格格装 这个就是这个摩登旗袍 这个就是那个长的旗袍 就是它有这个旗袍的一个精华 精华就是说它的那个 cum overlapping 然后做买这个牛 还有这个中国岭 还有一个小小一个cap sleeve 还有旁边它这里有开叉咯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传统的 一个中国旗袍咯 这个就是格格装 格格装呢好像这个刚才我们说一个上衣嘛 然后这个中国领然后就有这个这个 button 不过你看我们现在可以配合一个裤子来穿 也是非常美的 这个我们是讲 Modern旗袍 为什么我们叫它Modern旗袍咯 第一它是有托尾的这个 旗袍是托尾 它是属于C式旗袍的 C式旗袍 然后第二 我们将它这个旗袍 这里我们有一点透丝嘛 后面也是有一点透丝 然后我们有装这种patchwork下去 做了patchwork 然后我们再上那个竹子 然后再上这个crystal 然后它的感觉上呢 overall我们讲呢 这件衣服呢 就是好像有一点点立体 就是有一点3D的感觉 这个是一个中西和平的一个旗袍 也有一点心情 回忆着夜生活 不忘初心 我是Catherine Ng 来自Fishing Dance and Music Academy And Dancations院长 我从事舞蹈事业已经接近20年了 通常我穿这个传统服装 都是会在传统的节日啦 比如说新年 中秋节 通常新年我们都是会穿红色比较多 如果是院会来讲呢 我都会穿比较深色的颜色的旗袍 因为我就是从事舞蹈嘛 所以有时候我会偏一些舞蹈给我的学生们 他们就去尝试一下穿旗袍来跳 OK 所以穿旗袍来跳的时候呢 我们的舞蹈是肯定是要来一些比较传统 比较斯文 要跳出那个高雅 可能拿一些扇子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会给他去尝试穿旗袍来跳 我是Felina 我从事美妆界、化妆界已经25年 服装跟造型也是属于一体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把造型、化妆跟服装搭在一起 那就不完成 不成事 那个美只是一半而已 比如说 以一个年轻人跟一个妈妈级的化妆方面 就大概两方面 两个对比就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走单转 只是有一点不同就是口红 可能妈妈级的口红呢 就会比较带那个很红 就是辣椒红之类的 因为妈妈就比较少化妆啦 就是只是emphasize她的嘴巴 就体谅她整个脸这样子 但那个少女的话呢 因为她是青春美丽了 她已经是青春美丽了 那你不要把那个辣椒红的那个口纯去涂抹在她脸上 就变成我只是看到她的嘴唇 我看不到她别的美了 比如说你是讲到七十年代 或是六十年代 那个时代的人 他们都是喜欢绑极 就是捧一粒的 然后或者上面 多数是在上面 就是碰一粒很细 很端砖很漂亮那种型 以前的人很少用假发 虽然他们有假发透上去 但是多数是发型师的技巧 把那个头发怎么样去挂 然后把它弄一大把一大把 过后才收回去 然后才把那个鸡 这样子慢慢的做出来 以前的女人多数都是长头发吧 不像现代 因为可能是时代的变化不一样 以前的女人就会觉得 女人应该留长头发 这样才比较女人吧 好 大家好我是Elena 我是一名猫布导师 我在模特儿行业自己本身身为一个模特儿 已经有十二年了 在台上走毛布的第一件事 要学会的就是穿高跟鞋 然后还有你的姿势 因为我们说模特儿嘛 她就是一个衣架 就是挂着designer的衣服 所以你一定要在姿态上一定要直 然后你要懂得驾驭高跟鞋 我个人觉得 那个女性在穿上旗袍的时候 她要有内在的那种感觉 她就是一个寒情默默的在驾驭那个旗袍 所以戴旗袍其实它会促使女性 走路更加的斯文 因为她本身的那个服装就有一点紧 然后可能动作不能太大 所以她会让女性更加的照顾自己的形象啊 斯文啊 走路都会慢下来 关于那个旗袍 对于普通的女性来说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站姿 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站姿对不对 其实你就可以找一个墙壁来靠 OK 就是 make sure你的那个肩膀是打开的 OK 然后你的 你的头 是要 就是 就是 不要低头 因为我们说嘛 就是要有自信 所以如果低头的女性看起来就没有那么自信 atters of obesity, and multi-racist cultures, 저, we have all sorts of 평 news that will join a competition. For Miss Shih Verhard Malaysia, we are more targeted for Chinese community. That is why we are organising cultural fashion activities, like culture fashion show, which we are focusing right now, and to promote these cultural activities, 不限制仿佛节目 我们希望在做所有的活动 一天 这些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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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天 这一种活动中的活动 我们将去承设 经营设计 也设计划短短的活动 也设计了未来的参与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希望透过我们的镜头和采访 能丰富您对传统文化服装的认识 我们下一回将为与您分享 拥有华业与马来文化色彩的科巴亚传统服装 以及非常艳丽的Sari印度文化传统服装 感谢您的观赏 请点赞评论及分享我们的影片 Traditional Fashion Documentary